這蛋也太酷了吧 它竟然會游泳 小心滑出跑道啊 想不想看單 你在跳Framingo啊 現在就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牛油缸凝土層不沾鍋 煎蛋滑溜溜 雞排不用油 沒錯 不需半滴油 就能煎雞排 而且還能力出肥油 在美國買個油膩膩的鹹豬雞 隨便就要吃雞美 有了這一鍋 隨時可做無油香雞排 而且剪刀剪一剪 醬料淋下去 還能變成椒麻雞 是不是好美味啊 讓我們來回顧一下 如何煎出酥脆多汁的口感 首先 牛頭排健康不沾鍋 開火熱鍋 撒出顆顆水珠 代表鍋子熱度恰恰好 雞皮攤平 像這樣朝下放著 打開解氣口 完全不加油 就能做出金黃色雞皮 掌聲咕哩咕哩 皮歸皮 鍋歸鍋就是不沾 炒飯最重要的就是鍋氣啦 無論是要先炒飯 還是要先炒蛋 油呢 只需要平常的一半 說不沾就不沾 炒飯粒粒分離 鍋氣十足 毫不遜色頂太空的蝦仁炒飯 三兩下上桌 這隻炒鍋 父親一輩子不沾 還很耐刮 無論帶骨還是帶殼 就是刮不壞的無敵炒鍋 強勢三杯雞 蔥薑爆蟹 或是避方糖炒蟹 用這個鍋炒 保證營養守得住 香氣一百分 最後 讓我們來回顧一下 今天示範的鍋型 原底炒鍋 炒菜 蒸包最順手 煎魚 煎蛋最滑溜 平底炒鍋 火鍋 乾鍋 容量大 燉肉煎餅超方便 無杜層 永生永世不沾鍋 健康全靠這一鍋 煎炸蒸煮醬樣樣型 煎炸鑶 煎湯 煎蛋最 Cleveland